年前汽車保養廠外頭 原本應該車停滿滿 但現在生意越好 老闆越頭大 店門前要保持近空 因為實在被檢舉到怕 最誇張就是可能 一停進來十分鐘 他就檢舉了 對 那警察就會過來 可能就是一天要移三四四車 就是這棋樓空間 客人上門一停警察就來 但罰單該算車主還是店家 警察很不知道該怎麼罰 無奈只能勸導驅離 老闆最多一天被檢舉四五次 光是不斷移車生意都不用做了 看看前店主過往停放四五台 十多年來都不曾有問題 如今環路於名雖是美意 但一旁整排騎樓停滿機車 規定是只要保持1.3公尺 人行空間就不算違規 而汽車同樣是流出空間 卻是一律禁停 不同區域有勸導 也有的會直接開單脫掉 讓民眾想問標準到底在哪 新北交通局也松口 未來會是城鄉差異情況 有機會再研議 但目前還是傾向不能停 台北目前只是勸導不開罰 而台中高雄則還在評估當中 不同區域用路狀況不同 標準難統一 實行細則 恐怕還需要更明確才行 三三選蔡宇智科被選新北 慈福莫道